八个月大女婴持续大哭还不断流鼻水 一冷体温高烧38度以上 家长好心疼 因为全家五人都确诊 其余四人症状持续缓解 反观女婴高烧维持好几天 黄小姐大女儿最先确诊 再来家人陆续发病 跟丈夫以及三个小孩确诊 其中最担心的是 八个月大女婴不会表达症状 又反反复复发烧 但没有意识不清抽搐等情形 不符合住院条件 他认为婴儿确诊应该要优先安排 住在集中检疫所或加强反防疫旅馆 有医护人员照顾监控身体变化 一整个晚上都是哭闹的状态 我是打了户近所有人 我们温散去户近所有的诊所 终于有一间愿意帮我跟我卫教 就是说如果我女儿意识不清 然后全身无力就要送医了 另外也有跟婴儿一样 属于高风险族群的孕妇碰到类似情形 很像无头苍蝇这样子 每一个都跟我们说 是哪个单位负责请我们致电 很像在互相踢皮球 怀孕26周的温太太 4月22号确诊 隔天新北卫生局致电疫调 因为户籍在北市 因此转接到北市卫生局 孕妇得要更留意 但这之后再也没有任何电话关心 症状还是持续不断 求助诊所视讯门诊 赶紧拿药缓解 甚至是等到10天都解隔了 才收到鞠隔单 电话都没有就算 简讯也没有就算 重点是我太太有怀孕 我担心的是突发状况 无奈确诊期间 求助无门 本土爆量阶段 居家照护只能自救 而为了保留量能 5月4号指挥中心公布 无症状或轻症成人确诊者 年龄70到79岁 或65到69岁独居者 以及怀孕35周以内 是可以要求住进集中检疫所 或加强版防疫旅馆 至少有医护人员在场 就怕居家照护高风险群 真的身体有状况 才能够随时应变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